尼龍 你令不知道尼龍跟其他材料的差別 今天我們就來介紹尼龍 大家好我是Tiffany 今天呢我們要跟大家來介紹尼龍 尼龍是一種人造纖維 我們常看見在衣服上生活的時候 很多地方都會用到這個材質 但是你一定不知道尼龍跟其他材料的差別 今天我們就來介紹尼龍 尼龍的特性呢就是它的強度比較大 尼龍呢是一種人造纖維 具有光澤感 偏亮 摸起來呢也比較軟 吸水力比較好 通常在染色的時候呢 尼龍的袋子,純白的袋子 丟進大染缸裡面 加水加染劑,然後加熱來染色 所以呢通常我們尼龍的袋子會比較容易褪色 你一定有問題 我們日常最常看到的尼龍在哪裡呢 女生一定懂 絲襪 絲襪呢一定是要挑那種比較強韌 然後光澤感比較亮 這樣才會讓你的腿看起來又細又長 絲襪呢是我們比較常見尼龍材質的布料 雨衣跟雨傘 是經過尼龍纖維編織以後 然後進入加工防水處理 合成的 中文名字叫做尼龍 台語叫做奈隆 日語呢 奈隆 英文叫什麼呢 N-Y-L-O-N 尼龍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對尼龍材質的介紹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到我們的官網 詢問我們的小編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產品呢 歡迎在網上搜尋斷耐網 掰掰